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個常見的苦科疾病 就是大霞過多 這個病其實在中醫中都算是常見的 它都是僅次於我們的月經病 至於大霞的話 其實是指一個健康的女性 在她們的陰道排出的一種陰液 它是沒有顏色的 透明的 它的質地就像蛋清一樣 黏黏的 但不會太結身 亦沒有一個腥臭的氣味 屬於一個生理性的大廈 亦是我們俗稱的白帶 它的作用就是有潤窄我們的子宮 陰道 外陰 及提示著排卵期的作用 我們中醫就認為白帶這件事 是會隨著腎氣及天葵的充盛而日漸增加 往往都會在女性14歲左右 便會有明顯的分泌增加 而在一些生理情況下 亦都會出現了大廈量多的正常情況 譬如是排卵期 它們的時候白帶會稍為增加一些 和質地變得有韌性 可以拉長 又或者好像在任神期間 它們的白帶亦都會增加 和質地變得比較結身 只要在以上的生理情況 它們的白帶又增加 但又沒有其他不舒服的話 一般都不需要特別處理 如果白帶的量增加或減少 又或者它的顏色、質地、氣味出現異常 這些就視之為有病態 而在病態的情況下 通常都還會伴隨著一些 局部或全身的不適症狀 中醫就認為這個大廈量多 其實往往跟濕邪 損傷了我們的任戴耳墨所造成 而濕邪就是主要的致病因素 在這個濕邪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成是內因和外因所造成的 而常見的一個內因造成濕邪的話 主要關於的狀況有皮狀和腎臟 皮狀我們的主要功能就是混化水濕 如果它的功能失調的話 就容易積聚淡濕在體內 而往往傷到我們脾胪的混化功能 主要就是和飲食和情緒有關 例如是我們經常吃一些生冷的食物 包括一些未煮熟的食物 例如刺身 沙律 雪糕 凍飲 一些肥膩的食物 例如內臟 皮脂 酒 和一些甜品等等 這些食物都會影響著 我們皮狀的混化功能 另外如果長期的工作壓力 或者生活壓力過大 令到我們乾氣屈結 都會影響到我們的皮狀混化功能 在這個情況下 都會令到皮膚形成了濕重 有機會造成一個大廈過多的症狀 而這個皮膚的大廈過多 它的色澤多數都是淡白色 或者是淡磨漬 質地就是稀薄 就像鼻水或者口水那樣的質地 亦沒有特別的臭味 它們的患者可能都會伴隨著 面部的皮膚毀黃 精神疲倦 四肢可能會浮腫 或者大便不成形等等